夏季的成都人山人海 如何在一众网红景点和美食中避雷 则是每一个旅游车种兵必修的功课 Day 2 先来这买个包子当早饭吃 这貌似是成都的一家连锁店 太油了 北杠那家包子店送了一下钱 一口都没有吃 因为实在是太油了 为什么成都人早饭都吃这么油 真的会泄 咱们转站2号包子铺 还是这种小店 它先让包子不油 我今天给自己的小目标就是 能够把昨天学的动作比较熟练的 马上做出来 这样我就可以进入下一环节 停局 I think 练完今天练得超开心 因为把抓局的技术给精进了 然后又学习了一点点停举方面高翻的手法 就是还挺开心的就不断的去学新的技能 然后把之前的错误的动作给打磨好 虽然说确实是有一点点枯燥 但我觉得对我来说 还是有很多新的东西在学的 就很开心 今天来看电视台咖啡馆叫Mondoli 他们家有很多特调dirty 然后我点了一个抹茶的 天呐刚才店里想评价 但那个小姐就站在我前面 我根本不敢说话 但是honest review 我不懂为什么这家 被卡威成都咖啡电话板 可能还比较符合大众口感 这家的抹茶粉品质不是特别好 就能尝出那种很浓的粉感 所以I don't approve 这家不太行 来吃抛铃 哇这个风扇 你们俩为什么不吃兔子呢 你戴的就是个兔子帽子 你不能吃自己的同类 这个豆腐里面是这样臭豆腐的质地 这个豆腐确实不错 走路快心人的痛 就是你后面会有一个长长的队伍 慢吞吞的跟着走 我基本上走路要走平常的四分之一速度 并且时不时回过头来看看他们还在不在 谁懂 大家都走得好慢啊 刚刚臭不要脸的砍了一波架 我们弄了一个导游团 那边那个灰色的男的就是我们的导游 我们现在在哪儿 我不知道 草堂 祝福草堂 感觉又回到了小时候旅行 跟着一个旅行团在这边听导游 我们在这边哭哭等待 老妈喜欢 猪脚猪脚 我看上去很不错捏 品尝一下 好嫩好好吃 很开呀 Day 3 also the last day 还是有点难过的 今天要好好练 只能说我到的太早了 他们还没开门 最后一天课程结束了 好不舍呀 跟我的教练来说再见 拜拜 以后咱们就线上见啦 好 小龙大人要不要上个见 拜拜 我们应该有个学道吧 哦有道理 今天勉强把停举给学会了 虽然学的就是颤颤巍巍 所以也没有上重量 但是我觉得这个动作 确实还挺复杂的 需要多练 今天来探店的这一家 是我特别想的 就是他们家手冲超好喝 叫做造咖 老板推荐了这家 他反而觉得好像有点高一样 就感觉好像你要了解很多咖啡 你再来去体验就觉得特别吧 做云南咖啡就吃到他们家店 然后呢 后来他就是励志 说回国一定要花在云南咖啡 所以店里直卖云南豆 Rebellion这个吗 对对对 就是他 这个老板很有意思 好的 时间散开 从舍中到舍根种 分散集中 这是一个冰杯喜事 三种都试一下 好谢谢 稍微窄一点的杯子 篩围会稍微明显 有点 冰的把甜度给带出来 好是人气的 这个黑桥配上手冲非常合适 虽然喝手冲拿打包杯很不好 但是实在来不及了 只能弄了个打包 我觉得这个店的老板好健谈啊 他刚刚就是一个劲儿在和我喝不咖啡知识 还推荐给我看一本书 叫第四波咖啡浪潮 咱们就是要好好学习一下 然后确实很好喝 而且我觉得他把咖啡作为品茶的那个 就是模式也非常有意思 时隔一天 我们又回到了同一家店吃翘翘牛肉 哈喽 那我们为什么又要吃翘翘牛肉呢 是因为我们都吃不了辣 是这样子的 你没有看错 这是一包蛋白粉 但是我昨天不小心把水倒里面了 但是凭借着我对于增肌的执念和对于蛋白粉的热爱 我把这个非常恶心的东西灌到了我的杯子里 它可能看不出来 蛋里面就是一些糊糊 不知道这个还有没有变质啊 秋秋乐希望能喝吧 确认过了能喝口味上没啥问题 话不能说的太满 这蛋白粉结块了 我现在就是在嚼蛋白粉 什么鬼啊 原定3点15分出发的旅游小队 在3点45分终于出发了 因为我们整个进度被一个便秘的小朋友给拖慢了 珊珊你是不是珊珊来迟 今天人挤人的一站是五猴层 徐姐说这个字我也想刻 不是 记得我也想刻刻都好啊 我哥他也吃肉 感谢于森安好大哥对我的时候 你是于森姐还是于森哥 感谢我的小朋友 好多榴莲啊 天哪不吃辣的人瑟瑟发抖了 吃晚饭来井里继续感受人头传动 还能吹出锅去 徐姐遇到竞争对手啊 以前我这龙子 因为是捏空的 因为我们做的都是实性的 我上次就查宠自己 开始进行技术交流 原来我在移兴的定属阵 徐姐开始揭露刚那个人的内幕 就是捏个造型 大致的造型捏出来 然后在底下把它挖空 再泥再回填一点点就行了 他说的是捏空 捏空是不大可能的 再问你一次这个真的假的 学大了 之前在这儿这个姐还在直播呢 之前也想问你的草包哥 肤子穿成白 天哪个神光有 五猴子旁边是西藏的 住成都办事馆 所以这边有很多佛教相关的店